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没寄予什么希望的中小成本电影 获得了史无前例的成功 在这之前还没有哪部黑帮题材的作品 能造成如此大的轰动 黑帮片一向被认为是小众的压抑的 没有票房的边缘类型 但教父改变了这一切 在第二年的奥斯卡上 一举夺得最佳影片与最佳男主角奖 他也让弗朗西斯科布拉 从一个寂寂无名的小人物 一跃成为具有国际声誉的大导 两年之后的教父2与1990年的教父3 同样保持了第一步的水准 甚至在某些方面还有所超越 可以说教父系列重新定义了 好莱坞片的类型 到现在哪个导演想拍黑帮片 教父依然是最好的老师 男观众看教父能学习怎么做男人 而女观众看教父能更好地了解男人 今天我就用整一期的时间 来聊一聊这部伟大的人性教科书 女性教科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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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决入 作词 决入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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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都做了看似闲散 但精妙的伏笔 比如后面重要的反派 Solentzo 虽然没有正面出场 但在几个人的交谈中 已经引了出来 哪怕是像Enzo 这个小的不能再小的角色 也埋涉了伏笔 科巴拉当时 虽然只有30郎当岁 但这场戏的调度 堪称大师的手笔 一直被电影人 奉为群像表演的巅峰之作 在这场戏里 教父Vito Collion 并没有处理什么太大的事情 都是家长里短 谁的女儿让人欺负了 帮别人的未来女婿 安排工作 给自己的教子 争取电影角色 他更像是一个 威严十足的局委会主任 帮助群众解决困难 电影中黑帮的单词是Mafia 这个词源自阿拉伯语 它的本意是避难所 老教父的黑帮 就像是个朋友的避难所 更多的是 作为一种仲裁的力量 他的业务虽然都在地下 但你不能否认 他是一个公众的人 第一部教父的主题 是两代教父的权力交接 本来这个位置 肯定是轮不到Michael的 他是家里最小的儿子 对父亲的黑帮事业 没有兴趣 甚至有些厌恶 他在二战期间 加入了美国海军 还找了一个 昂格鲁萨克逊裔的 美国女朋友 从身份认同上来说 他更像是一个 纯粹的美国人 当 Johnny was first starting out he was signed to this personal service contract from the big band leader and as his career got better and better he wanted to get out of it now Johnny is my father's godson and my father went to see this band leader and he offered him ten thousand dollars to let Johnny go but the band leader said no so the next day my father went to see him only this time with Luca Brazzi and within an hour he signed a release for a certified check of one thousand dollars how did he do that? my father made him an offer he couldn't refuse what was that? Luca Brazzi held a gun to his head and my father was sure that either his brains or his signature would be on the contract this is a true story that's my family it's not me 除了人物的塑造 这一段里 还有一个重要的信息 就是家族 教父三部曲里 最重要的内核 不是江湖仇杀 也不是人心险恶 而是牢不可破的家族观念 在集体照相的时候 Michael还没到 老教父就拒绝合影 片子中出现最多的词 也是family 教父三部曲 人物众多 关系极为复杂 但都紧紧的围绕着 家族这个主题展开 理解了家族 也就理解了教父 从情节上来说 教父第一部 主要刻画了 纽约几大家族之间的 民争暗斗 科布拉没有直接切入主题 而是先加入了一段 题外情节 来彰显帮派的能力 Tom Hagen 奉教父的命令 来解决Colion的教子 大明星Fontine的问题 电影公司老板 因为私人的恩怨 拒绝让Fontine出演男主角 无论Hagen怎么说 他就是不给面子 教父需要给他一个 不能拒绝的理由 在第二天的清晨 老板醒来 看到床上自己的爱马 这才见识了 科亮家族的手段 这段戏与主干情节 没什么关系 但短短几分钟 就让你认识了这个家族 深不见底的邪门能力 故事的主线 是一个叫 索伦索的毒贩 拉教父入伙 想借助科亮家族 在政界的影响 贩卖毒品 但教父考虑再三 觉得贩毒 是一个不能碰的买卖 所以拒绝了他 索伦索从此就起了杀意 从而引出了 后面一系列的事情 教父里的世界 是冰冷的 无论面子上 再怎么勾肩搭配 本质上 大部分的关系 都只是生意 但是在一个地方例外 那就是家族 不和家人在一起的男人 不是真正的男人 教父为什么会 这么看重Family呢 是因为家族 是这个冰冷世界的 最后一座城堡 为了保护这个城堡 你绝不能让外人知道 你的家族在想什么 所以当Santino插嘴的时候 教父才会如此的生气 Santino Come here What's the matter with you I think your brain is going soft And all that comedy You're playing with that young guard Never tell anybody outside the family What you're thinking again Go on Santino How does the night It's the night here 也就是因为这个事件 Michael发现了自己都没有意识到的能力 在危机来临的时候 他的脑子异常的清醒 聪明 激紧 沉着 仿佛是他与生俱来的天赋 当危机解除 旁边叫恩佐的小伙吓得手指哆嗦 而Michael内心却能保持惊人的镇静 这一点连他自己可能都感到害怕 下一场冲头戏就是Michael去刺杀索隆索与那个腐败的警察 当他说出自己的刺杀计划时 所有人都笑了 他们不相信这个学生仔可以完成这件事情 而Michael的回答 俩然就是下一个教父的风范 Michael来到事件约定好的地点 这场戏最可关注的就是 科波拉对于音效与人物情绪的把握 请注意背景里的火车轰鸣声 这个声音大部分时候是不存在的 只有在Michael激烈心理活动的时候才会响起 在刺杀的那一刻达到了最高潮 刺杀让几大家族陷入混战 Michael也远走西西里避风头 他终于回到了自己父亲出生的地方 体会这个家族的根 教父的第一步在短短的177分钟里注入了巨量的信息 每一个镜头每一个细节都不可或缺 也不能精简 老一代教父的衰落与新一代教父的成长 有机的融合在了一起 科波拉在教父中创造了一种独特的平行蒙太奇 每当杀人的时候就会平行展示一段宗教仪式 比如在迈克认康尼的儿子为教祖的时候 就穿插了黑帮复仇的画面 将圣歌与枪声交织在一起 是科波拉最喜欢的表现形式 在后面的两部里 在影片的后三十分钟 迈克开始走上了一条和父亲不同的路 一条比他的父亲更加凶险的路 他首先要做的就是放弃自我 变成一个为家族而奋斗的人 影片的结尾意味深长 在他杀了妹妹的丈夫之后 睁着眼说瞎话的欺骗了自己的妻子 当妻子回望他时 看到的是古老的加冕仪式 新一代的教父诞生了 教父二 1974年作品 因为教父第一部史无前例的成功 原来的兽气包科波拉变成了拍拉蒙眼里的香伯伯 过了两年教父的第二部就飞速的出炉 这次科波拉不再像两年前那么憋屈 他获得了最大限度的资源支持 预算也飙升到了1300万美金 算是那个年头的大制作了 教父二将大部分的镜头 对准了新一代的教父 Michael Collier 虽然中间也穿插了老教父的奋斗史 但更多的是用来映射Michael的内心 从我个人的情感上来说 三部曲里我对这一部的感受更深 虽然情节上比第一部要慢许多 时长也被搞到了史无前例的三个半小时 但Michael的内心刻画极为细腻 是无与伦比的艺术精品 三个半小时 我一秒钟都不想快进 故事紧跟教父第一部的结尾 在一场腥风雪雨之后 Michael加冕成为新一代的教父 第二部里老教父Vito 与新教父Michael的故事是穿插着讲的 为转述的方便 我按照时间线重新梳理了一下 先简单说一下老教父Vito Collier的奋斗史 意大利的西西里岛是一个多山的地区 这是一片让人心酸的土地 世代受着强权的欺压 所以就产生了很多的地下组织 山区的地理条件也催生了黑手党 1901年Vito九岁 他的父亲和哥哥因为冒犯了当地的黑手党头子 而被杀死 母亲带着Vito来求情 Boss担心Vito长大之后来复仇 想把娘俩都杀了 Vito在好心人的帮助下逃了出来 登上了前往美国的船 Vito Collier无依无靠在纽约的意大利区区区 安静的生活 娶妻生子 在他25岁的时候 一天店主来告诉他 这一票的老大法努器要安排他的侄子来代替Vito Vito虽然知道这很不公平 但他明白在没有力量的时候 自己的自尊一文不值 他虽然还只是个打杂的 但谈吐间已经有了教父的风范 一个偶然的机会 Vito发现自己很有犯罪的天赋 但他是一个有原则的罪犯 从不欺压穷人 在有胆有识的干掉了法努器之后 他慢慢的成为这一片极具声望的人物 连邻居大妈和房东的矛盾都来找他调解 他的成功主要不是靠蛮力与掠夺 而是靠头脑 他最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 我要跟你讲道理 当然 该使用暴力的时候 他也绝不手软 两手抓 两手都很硬 在功成名就之后 他返回自己的故乡西西里 找到当年杀害他全家的黑帮头子 结果了他的性命 老教父的创业故事 更多的只是教父二中的一种隐喻 科巴拉全力刻画了 是新一代的Michael Collion 在老教父的世界里 人情世故是一种很真切的存在 黑手党也是有原则的 即使在帮派之间 也基本是讲规矩 讲人情 这有点像我们的春秋时代 诸侯国之间 还是有礼乐作为润滑剂 但是到了Michael Collion的时代 就像来到了李崩乐坏的战国 一切都是利益与诡诈 已经没有什么温情默默的东西了 Michael迎来了新的时代 也迎来了新的挑战 这部里他主要的行动目标 是将家族的生意合法化 所以他选择离开了纽约 来到内华达州的拉斯维加斯 涉足蓬勃兴起的娱乐休闲行业 在上一部里基本没有出现什么政界人物 这部里政治成为非常重要的元素 各方势力对权力展开你死我活的争夺 故事依然是从一次盛大欢乐的宴会开始 形势和第一部一模一样 状况主要是一外一内 外部的威胁是那个参议员 有一个小细节 在他谈话的时候 参议员摆弄桌上的大炮模型 对准了Michael 这暗示着政治力量一开始就对Coleon家族非常的不友好 不论Michael赚了多少钱 在参议员眼中 他依然是一个有污点的黑帮头子 内部的威胁来自于帮派州的老人Flank 他因为纽约的利益纷争来找Michael诉苦 内外两方都是杀气腾腾 Michael不再是他老爸那种居委会主任式的保护人 而真正的成为一个深陷内外漩涡的黑帮头子 他曾经答应妻子的话 看来是说的太大了 真实的情况比他想象的要复杂的多 老教父维多的成长 是一个自然的过程 是从底层一点点干起来的 而Michael完全不同 他从一开始不想当黑鼠党 只是因为大哥被杀 二哥又太无能 为了保护家族 不得已被赶上了这个位置 他虽然有着成为教父的天赋 但本心上并不喜欢这个位置 Michael虽然取得了很大的成功 但他一直都显得非常的憋屈 几乎全程没有发自内心的效果哪怕一次 其中一个最大的危机 是来自于家族内部的背叛 我刚才说过 家族是他和父亲最最看重的东西 是最后的避风港 你可以笨 可以耍魂 可以私生活不检点 这些家族都可以帮你兜着 但如果你背叛了家族 那就是杀无赦 绝不宽恕 Michael的这个响当当的黑手党老大 在自己的卧室里被人拿着枪扫射 他马上意识到 是家族内部出现了叛徒 而且还是个和他非常亲近的人 教父二的最核心的情节 就是找到家族内部的这个叛徒 他之后跑到迈阿密 去找犹太人海门罗斯 以及对于弗兰克的安排 都是围绕着这个目标 他 taught me keep your friends close but your enemies closer now if Hyman Roth sees that I interceded in this thing in the Rosado brothers favor he's going to think his relationship with me is still good Agabit Agabit 很多观众可能会觉得 教父二的情节很乱 人物又太多 一会儿蹦出一个名字 一会儿又莫名其妙地挂掉 搞不清楚重点在哪里 其实你只要理解了抓叛徒 这个Michael最终极的目标 整个故事就豁然开朗了 Michael的计划分了很多个阶段 最受嫌疑的两个人 就是弗兰克 与自己的二哥弗雷多 而他也相信 无论他们哪个人背叛了自己 站在后面的 都是那个叫海门罗斯的大鳄 所以他为二人 安排了好几个坑 然后站在旁边 看他们怎么跳 其实在Michael遇刺的时候 可能已经开始怀疑弗雷多了 因为杀手的尸体 就是在弗雷多的窗外被发现的 很可能是刺杀不成 弗雷多杀人灭口 然后Michael亲自来到迈阿密 试探海门罗斯 邀请他去古巴投资 Michael让弗雷多拿了200万美金来古巴 但这件隐秘的事情 罗斯第一时间就知道了 这时候Michael依然不愿意相信 弗雷多是叛徒 直到弗雷多带了一帮人去看表演 说溜了嘴 说是罗斯的手下以前带他来过 而弗雷多之前一直说 和罗斯从不认识 这时候Michael才不得不承认 是自己的哥哥出卖了自己 他倒抽了一口凉气 然后是无比痛苦的表情 当他与弗雷多摊牌的时候 异常的痛苦 你伤了我的心 这时候古巴政局发生动荡 总统跑路 Michael带着手下仓皇逃回美国本土 这时候Michael可以说是伤心欲绝 弗雷多是这个世界上 他最亲的亲人 却背叛了自己 这是他最不可忍受的 他最ents lifts 每天第一次 מע比太多 Cela 那 US 但就在这时,又一个打击降临,妻子K说要离开自己,Michael一开始以为是因为之前的流产让他伤了心,但当他知道了真相,却陷入了暴怒,这是他在整个三部剧中最愤怒,最失去理智的时刻。 I didn't want your son,Michael,I wouldn't bring another one of your sons into this world, It was an abortion,Michael,It was a son,a son,andII had to kill because this must all end, I know now that it's over I knew it then There would be no way, Michael No way you could ever forgive me Not with this Sicilian thing That's been going on for 2,000 years You won't take my children I will You won't take my childr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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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妻子的表现在Michael看来 无疑也是一种背叛 她一直力争上游 自强不息 换来的却是背叛 她获得了无上的权势 也成为了孤家寡人 但Michael强硬的性格告诉她 生活还要继续 她要杀出一条血路 If anything in this life is certain If history has taught us anything It says you can kill anyone 在怎样处主哥哥弗雷多的问题上 科布拉与小说的作者 马里奥·普佐产生了很大的分歧 科布拉主张宽恕 但普佐说弗雷多必须死 最后二人达成了妥协 在母亲去世之后 她让Michael对弗雷多动手 这段戏是整个第二部的结尾 当湖上的枪声响起 Michael低下了头 当回到卧室里 她成为了世界上最孤独的那个人 这时候她又想起了自己年轻的时候 一场父亲的生日晚宴 那时候大家都其乐融融 她刚刚报名参加了海军 马上就要为国征战 她在心里无数次的告诉自己 我的命运由我自己来掌控 现在是广告时间 关注电影最top的微信公众号 会有更多精彩内容 除了周三与周日的视频节目 还会每周分享院线新片感受 推荐经典夹片与精彩台词 时不时还荒腔走板的聊一聊音乐 不吐槽也不毒舌 安静的看看电影 品品生活 教父三 1990年作品 教父的前两部只相隔了两年 而这第三部却等待了16年 这时候 所有人都老了 开头的几个镜头 是纽约一栋潇洒的老房子 时间让它蒙上了厚重的尘土 就像一个暮年的老人 这栋老房子就象征了一个辉煌家族的衰败 这时候传来Michael Collion 低沉沙哑的声音 Anthony and Mary 电影的一开始依然是一场宴会 Michael已近暮年 在自己的圈子里可以说是功成名就 开创了比他的父亲大得多的局面 但他的原罪依然存在 在外人的眼中 黑帮老大的标签一直无法抹去 所以他继续为家族的合法化而奋斗 这次他看中了梵蒂冈教会这条路子 Michael想通过注资由教会控制的毅力公司 来达到洗白的目的 一开始大主教给他授予的勋章 算是合作的界面礼 他本来以为事情已经板上钉钉 自己卖掉了所有黑道相关的生意 还捐助了大量的钱搞慈善 Michael觉得我已经这么有诚意了 白道那帮正人君子该接受我了吧 我们继续的资inos 所有商业都要有关于购物 我们没有关注或购物 在任何东西的争论 Corleone是准备到达五百万 在网友的网友在此时 Mr.Corleone receives majority control ofImmobiliari Immobiliari could be something new a European conglomerate few families have control of such a company 但接下来他却碰到了一系列的困难 Michael慢慢地发现 白道比黑道还要黑 自己陷入了一盘很大的棋里面 成了被耍的凯子 教父三里有一句重要的台词 政治与犯罪本来就是一回事 第三部更加深入地切入到资本主义的机体之中 光鲜亮丽的皮肤之下 全是阴险的算计 与肮脏的交易 除了家族外部的危机 家族内部的事情也让Michael操碎了心 大儿子安东尼和Michael年轻时候一样 对黑帮事业充满了厌恶 小时候被暗杀的记忆让他无法忘怀 他最新艺术想要成为音乐家 女儿Mary爱上了自己的堂兄 也就是Michael大哥Santino的私生子Wincent 顺便提一下Mary是由导演科布拉的女儿Sofia 科布拉扮演的 可能就是因为这层关系 他被观众一顿狂喷 说他不会演戏 但我觉得他表现的算不上多好 但也不至于那么差 Wincent本来是家族里的边缘人 像他的父亲一样 是个性子异常火烈的野马 但Michael四下看了一圈 除了Wincent 没有另一个人可以继承这份家业 所以他把Wincent安排在自己的身边 边观察边培养 在这部终结片里 你能发现Michael这个曾经叱咤松云的教父 颓了 他已经不再年轻 孤独磨食了他的激情 这同时也是三部中Michael感情最外露的一部 在第二部中 无论经受怎样的打击 他的眼神一直都像一只狮子 沉着而狠辣 而当他面对自己成年的子女 与多年未见的妻子 却充满了无限的温柔 当他们回到西西里岛 参加儿子安东尼的首演演出 在酒会上 安东尼说要献给父亲一首歌 他拿起了吉他 唱起了古老的西西里歌谣 Michael在歌声里 想起了自己的青年时代 和自己的第一任惨死的妻子 阿布罗尼亚 第三部中 宗教的元素更加强烈 在之前 宗教往往与流血的片段 混合在一起 而这一次却真的具有了 宗教本来的含义 抚慰人心 当Michael去求助 那位良善的红衣主教时 他真的在他的面前 痛哭流涕地忏悔 坏恰汽车 I killed men And I ordered men to be killed Go on my son, go on No, it's useless Go on my son I killed I killed the death of my brother He injured me I killed my mother's son I killed my father's son 这个忏悔可能会被解读成他为了取得鸿语主教的支持而故意做的姿态 但我愿意相信Michael是真诚的 杀凶是西方文化中很重的罪 杀死弗雷托一直是压在他胸口的大石 他第一次在神的面前袒露了自己 如果这都是伪善 那这部电影也太黑暗了一点 黑帮电影里经常喜欢说一句台词 人在江湖身不由己 慕年的教父更深刻的体会了这句话 多年的经营让帮派间的利益盘根错节 权力的交接过程不可避免的又砸满了鲜血 再一次Michael又失去了一切 当女儿Mary在歌剧院的门口中枪身亡 Michael Corleone的灵魂在这一刻彻底的死了 程度的灵魂在这一刻彻底的灵魂在这一刻彻底的灵魂 教父的三部曲 伴随着Michael Collion 颓然倒下的背影结束 这部总长度近十个小时的作品 是电影史上最厚重的人性史诗 他对世界的影响至今长盛不衰 看完这三部曲 就像过完了一生 让人唏嘘感叹生命的美好与残酷 感谢收看电影对他 下期我们来聊几部 优秀的空战题材电影 下周三见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